林彪元帅坠机牺牲后 他的亲人如今怎么样了 其中一任妻子103岁 依旧在世 两个女儿竟老死不相往来 林帅自幼出生于大户人家 七岁便被家人包办婚姻 与一位同龄的姑娘定下娃娃亲 名为汪静怡 可毕竟二人年龄还小 林帅更是有着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想要外出闯荡 随即在两个堂兄的影响下 1923年 林帅加入共青团 很快便被社会主义思想影响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斗士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再思考儿女情长 一心扑在学习上 不仅成绩上升得很快 更是参加了不少社会上的革命活动 在共青团中名声显赫 两年后 林帅通过出色的表现 顺利加入到共产党 不久便考上了黄埔军校 可此时 林帅的父母却突然来信 执意要让其与汪静怡成亲 但林帅并不喜欢她 成亲的当晚便匆匆出逃 就连洞房都没有 从此便与汪静怡再无联系 随着长征的结束 林帅独特的个人魅力 也被一些女战士发现 其中一位叫张梅的女战士 与其互生情愫 很快便坠入爱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人也完成了婚姻 刚刚结完婚 林帅就将他们的合照 寄回老家 希望在汪静怡看到后 能够放下过往 好好生活 可谁曾想 汪静怡却说 自己生是林家的人 死是林家的鬼 自此终生未嫁 后来林帅听说后 经常将自己的工资 寄回老家 但汪静怡却一分钱 都没有花过 晚年为了能够正常生活 她只能靠坐鞋卖鞋为生 日子无比拮据 直到1963年因病去世 临终前 汪静怡对妹妹说道 自己死后 希望能够埋在山上 旁边再挖上一个空穴 那是留给她的 说完 汪静怡便离开了人世 而她口中所说的人 正是林彪元帅 随后在妹妹 帮其料理后事时 才在枕头下 发现数千元现金 以及一套鲜红的丝绸嫁衣 钱是林帅这么多年 陆续寄过来的 而嫁衣则是二人成亲时 汪静怡穿着的那一套 尽管二人没有夫妻之实 但她却完成了自己 对林帅的承诺 这是林帅的第一任妻子 第二任妻子 虽然是自由恋爱 可结局依旧不算太美好 甚至出现过不少冲突 林彪元帅坠机牺牲后 他的亲人如今怎么样了 其中一任妻子 103岁 依旧在世 两个女儿竟老死不相往来 林帅第二任妻子张梅 1937年结婚 时隔一年 便诞下了林帅长女 然而好景不长 两人因为性格原因 经常爆发一些激烈的冲突 林帅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当初在解放战争时 甚至用马鞭抽打过夜群 但张梅却是一个性格 比较外向的女强人性格 在军中更是多次立功 因此二人经常闹矛盾 最终导致两人分手 更可笑的是 在离婚前一天 张梅选择留在苏联学习俄文 而林帅在临走时对他说道 希望他能好好学习俄文 将来给自己做翻译 以张梅的性格 自然是不会愿意 自此二人再没有联系过 当1942年 罗荣环来到苏联治病时 突然找到张梅 林帅托他送来一封信 其中内容与告知第一任妻子一样 也是说道 自己已经再婚 希望张梅不要等自己了 1956年 张梅与林帅的学长徐介潘成婚 二人十分恩爱 这也让张梅逐渐忘记了林帅 直到1983年 82岁的徐介潘离世后 张梅被女儿接到北京一同生活 至今仍然健在 已经103岁了 林彪的第三任妻子 名为叶群 彼时 叶群在延安 是许多青年男子的心仪对象 不过 林帅在苏联养伤回国后 二人便一见钟情 1942年年底结婚后 时隔两年便生下了女儿林立衡 以及儿子林立果 抗战结束后 叶群跟随林帅 一起奔赴东北 新中国成立后 林帅因为身体原因 一直居家养殖 而叶群此时担任着林帅秘书的职位 负责打理他的一切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 很快 我国便迎来了特殊时期 叶群此时担任着林帅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权力特别大 很多命令都是由他直接下达 在1966年时 叶群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 状告罗瑞卿 逼得他从三楼跳下 不仅两腿骨折 更是被中央撤销了全部职务 这样的行为引起许多高层不满 然而林帅却做出书面证明 为妻子讨回公道 可接下来林帅的一些做法 却引起了自己地位的波动 最终决定离开北京 前往山海关 当林帅与夫人叶群一同乘坐飞机 决定连夜从北戴河出发后 没想到飞机却因不明原因坠毁 二人双双毙命 林彪元帅坠机牺牲后 他的亲人如今怎么样了 其中一任妻子 103岁依然在世 两个女儿竟老死不相往来 大女儿林小林的母亲是张梅 而小女儿李立衡的母亲是叶群 当初在坠机事件之前 林小林一直与林帅一同生活 然而叶群这个后妈的态度 却并没有太好 这就导致林小林对家庭并没有归属感 最终决定暂居在罗荣环元帅家里 加上林小林打小在苏联长大 13岁才回到国内 并且在回家后 叶群还没有及时将她排入进学校 所以林小林的中文十分差劲 跟林帅交流也是一大难题 父女关系一样存在问题 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 林小林中学成绩十分优异 但到了上高中的时候 却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受她 最终前往沈阳读高中 可意外紧随其后 林小林在大学读书时 反对父亲的不择手段 多次出言劝阻 但叶群以林帅的名义 发了一篇公开信 批评林小林的做法 并将其安排前往大西北工作 这个举动让林小林一气之下 断绝了与林帅的妇女关系 而在坠机事件后 虽然林小林也接受了调查 但早就没有联系的大女儿 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改革开放后 她与丈夫相继退休 后来还将母亲张梅接了回来 目前依旧生活在一起 至于另外一位女儿林立衡 她与母亲叶群的关系 本就不融洽 在坠机事件后 尽管林立衡感到悲痛 但生活上却并没有受到影响 并且丈夫对自己也颇为照顾 一直不离不弃 最终与姐姐林小林一样 定居在北京生活 可虽然两人都在北京 但并没有任何交集 原因自然是二人对父亲看法的不同 大姐林小林认为 林帅能有这样的结局 全都是咎由自取 林立衡则觉得 是因为自己母亲叶群的关系 不过事情到底是什么样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相信两位也早已经有了答案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